我自己一些节目的采访 我被他们当诉了 真的是这样吗 一起来看看 同学们好 在一场接一场告别的夏天里 和母校和老师和同学 和过去的自己道别 和客桌黑板和操场食堂 和吹过走廊的最后内阵风 和学生时代道别 是暂时的结束 也是开始全新的开始 曾经的收获和所拥有的一切 都会是向前的动力 激励大家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开启全新的章节 迎接更广阔的天地和明天 用旋律成为离别的纪念 记录一起走过的岁月 为人生道路注入更多的希望和坚定 在这里祝大家毕业快乐 一起勇敢的奔向未来吧 周深毫无征兆的突降音乐节的消息 而且马上就要抢票了 7月12号网上突然流传 周深将参加第七届 太湖湾音乐节的消息 虽然目前没有任何官方的消息 但是粉丝后援会在12号微博发文 确认了周深10月1号的行程 并带上了话题太湖湾音乐节 目前太湖音乐节已经公布的艺人名单里 并没有周深的名字 据悉周深将作为隐藏嘉宾 参加10月1号的太湖音乐节 另外这天的嘉宾还有林佑佳 周传雄等 这阵容也是很强大了 根据大卖网的消息 将于7月14号周五11点18分 开始早鸟票和预售票的销售 价格从399至799不等 这个价格还是很有善的 周深在2023 TMEA腾讯音乐盛典中 多次主动cue到二专 并且说到了六个一定 所以今年肯定会有二专 小编做个dream 7月25号会对二专进行预热 9月29号进行二专的发行 10月1号音乐节上 进行二专部分歌曲的首歌live 然后年底或者明年年初 演唱会走起 请注意这仅仅是小编的dream 大家敬请期待吧 米子们快点准备 水了 最后一声 喝水了 海老虎 这并且说不容易 这实际上 那我们先看 这些人 感觉 神派 都神派 你 在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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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威发文——恭喜周深 并说热爱一切坚持不同 不知道生命们最近都喜欢听周深的哪首歌呢 还有就是大家都知道 2023 TMEA腾讯音乐娱乐盛典上 周深获得年度最具影响力内地男歌手奖项 和年度最高连贯歌曲 从大湾区音乐会的湾到2023 TMEA腾讯音乐娱乐盛典上的璀璨冒险人 再到国家大剧院灯火里的中国 正如央视六公主说的 但她可是周深啊 这傲娇的语气早已说明了周深的优秀 对于未来 我们更应该关注周深所带来的音乐价值 并向这种音乐价值的传递和扩张 做出积极的贡献 让优秀的音乐成为人们生活中一份重要的精神粮食 也许它真的可以给华语乐盛带来新气象 一扫华语乐盛近几年来的萎靡之风 你们觉得呢 记得评论点赞转发并关注我 随时了解周深的最新动态 哈喽大家好 我是周深 又到一年盛夏 我们迎来了流金水的生日 一直以来 它都以神奇澎湃水能量润养肌肤 陪伴我们度过四季 有它在 即使是干燥闷热的夏天 肌肤也能始终水润透白 在这个流金夏日 让我们一起祝流金水生日快乐吧 祝流金水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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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么想对流金水说的话呢 在评论区留言 送出你对流金水的祝福吧 大家好 我是歌手周深 接耿挑战 妈我想买个手机 我看你 像个手机 你看到我冲了水都不够 这个耿吃 才知道 就是类似这种数数我呀 就类似这样子吧 我现在开始明白 有的时候我说出梗 你知道别人 我刚才整个眼睛 你念完这些答案 我都没听清这些答案 这是什么 告诉老末 我要吃鱼 我想吃鱼了 再来一下三个一走 告诉老末 我想吃鱼了 吃可以用这段的哈 我要吃你 刚刚说完挨边就算正确 我就算正确的 我龙傲天 我知道这个 但是我忘了 我龙傲天 最爱看 爱聊串访 我真的知道这个梗大 是你的手后一会儿 刘伯尔 我和少爷里面是吧 年纪大了 少爷和我